好 現在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講排列的第二講 之前那一講我們已經知道 在N這麼多個商業的物件 無從排列的時候的方法就是 NXN-1XN-1XN-2 一直成成到去1 那麼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們不是這樣去考慮 我們不需要N個排列的 我們想的是N這麼多物件 裡面只是抽R出來排的 那麼我們看以下這個例子 舉個例子我們有四個不同顏色的球 當然我們可以有四個球 它自己排不同的排列方法 有4乘3乘2乘1 但是現在我們的問題有點不同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我不是四個球排隊 我是四個球裡面 選兩個球出來排成一行 然後就看看它的排列方法有多少 那麼我們用回之前的方法 因為我們現在只需要抽兩個球 那麼 即是我們要過兩關 第一關有多少個選擇 第一個球有四個選擇 第二個球呢 第二個球因為我們已經抽了一個出來 第二個球有三個選擇 好了過了兩關 因為我們只需要抽兩個球 所以總共有十二種方法 好 如果我們要抽三個球出來排隊 那麼我們有哪些三種方法呢 我們又是好像剛才這樣 第一個球有四個選擇 第二個球抽了一個 所以只有三個選擇 第三個球有兩個選擇 好了還需要抽第四個球 不需要了因為我們只抽三個球 所以他們出來的排列方法有幾多種呢 四乘三乘二 二十四種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討論 我們不是要全部人去排隊 只是部分人出來排隊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有N那麼多個不同的物件 我只是想抽R那麼多個出來去排隊的時候 那個算式就是由N開始 跟之前一樣 不過 不是成到一條尾 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我知道呢 令大家是很困滑很難看的 那不要緊要 我們設計了一個符號幫大家 我們叫做NPR 就是代表著這件事的了 NPR這個符號呢 就是代表著這件事 那你記住 我們N在上面 就是我們本身有N個 R在下面 就是代表著我們抽R個 算式就是這樣的 那我們看一下 只需要大家按計數機 例如NPR按計數機 那你知一下 例如10PR 你可能先按個10 先按個10 再在計數機裡找個NPR 再按個3 那應該就出到720了 如是者 這個 8P5 你應該算到6720了 這些你也可以自己按一按計數機 看看行不行 來啦 來啦